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 我被虚毒了的青春 也许还能活过来 说心疼我的歌应该明白 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32月7号正式发行 第12张专辑的王心灵 第二波主打大名的MV也同意上线 男主角特别请来刘冠提 实演一队网民鸳鸯 只是没想到最让心灵印象深刻的 竟然是这件事 七孔都流沙 哎呦 吓你跳 对 七孔流沙 七孔流沙 回去的时候你就是 年华棒什么都 哇 怎么都是沙 然后就是连两天都回去 都要做那个兔沙的动作 这喊骂队了是不是 我们都不用上班了 他们有泡盐水了 泡盐水兔沙 就差这样而已 袜子里面对不对 都是沙 鞋子穿袜子 袜子里面的脚全都是沙 哇塞 所以那两天的拍摄工作 不是流鼻水 不是流泪水 流的是 沙 对 就是去拍重了两公斤 两天重两公斤 因为吃太多小 为拍V吃了不少苦头 王兴玲跳脱过往给人的甜美性价 果然让粉丝大大惊艳 甚至谈言连导演也很意外 导演也是说 他其实有一点惊讶 我们会选这个脚本 因为这个脚本是 他提的五个脚本里面 可能就是反差是最大的 但他也满惊讶 没有想到我们会选这一个 可是我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做的呀 对 就是我一直是想要做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做一些 让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我 对 所以这支MV 其实我觉得 歌跟MV都非常的搭 然后也让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王心灵 就很过瘾啊 然后希望还可以 之后还可以更 更尝试更多不一样的角色 如果有合适的歌曲的话 或是有合适的 这个电视剧 或是电影的导演 我其实觉得 自己是实力派 所以大家尽管来 朝我演戏 酒妹演戏的王心灵 郭足吸引的同事 也喊话欢迎邀约上门 MV开放式的结局 似乎也间接透露了 心灵的感情观 你是感情里面的傻子 王心灵 UFO 这哪准啊 这谁弄的 立刻撇心是不是 那我现在就不是这样啊 你现在不是喔 在感情的世界中 没有一辈子的傻子 就是 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傻子 还是骗子还是书鷹 因为你在一个感情中 你可能会不小心 你两者都兼具 他不忠你就甩了他啊 不忠还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对于遇到 不忠的人的时候 你是可以毅然决然的 就直接放弃这道行 不可以耶 就是你再喜欢 或者是内心觉得再受伤 就我会耶 我就会走开 因为我觉得 都不忠了 其他就甭弹啦 无论是从言语 还是新专辑中 可以感受到 心灵的蜕变和成长 唯一不变的是 那个爱唱歌的女孩 在Sinthia loves to sing里 唱给你听 完全是在小学无名正 采访华导 我相信我 我相信你呢 我相信你呢 我相信你了 我不能 我相信你了